小火車一台台近戰 家長帶著小朋友玩得好開心 苗栗三一的舊山鐵道自行車 本來是7歲以上的孩童才能搭乘 業者特別在兒童節前夕 4月1號放寬年齡限制 只要是滿3歲 身高超過95公分就可以搭乘 我們是在屬於戶外空間 所以可以大口呼吸 在上車之前 我們會做一個手部的消毒 乘客回來下車的時候 我們會再做一個車體的消毒 雖是戶外防疫措施也不馬虎 上車前雙手消毒外 乘客下車後工作人員也得對座椅 把手安全帶擦拭酒精 讓乘客玩得安心 它至少不是戶外 不是室內空間密閉的 對啊 所以就比較安全密閉 小火車搭完來寄進武藏廟 這間度假村原本都是走團餐路線 因應疫情特別改成套餐 小火鍋 副餐 甜點都是單人份 避免口末傳染 填補肚子來到農場 欣賞五顏六色的繡球花 遊客拿出相機猛拍 留下美好回憶 臉還很多耶 戶外開放空間還好 最後來到擁有大片草皮的度假村 不僅有孩童遊戲區外 大人玩累了 還有戶外帳篷 放鬆一整天疲累的身心 疫情影響大家都悶壞了 好不容易等到親民連假 想外出大口呼吸 但各大景點還是做足防疫 希望遊客玩得安心 不讓病毒有機可乘 記者彭志明 許一文 李孟章 李雲傑 苗栗 參謀報導